你是想让老夫帮你解决八脉不险的问题 我不甘心 我要变强 我的八脉出现了 但妖妖离开场地 你保护她 师父放心 老夫今日都要看看 我的是谁的埋伏之地 来 妖儿 你刚疏通八脉 多吃点原石补补身子 母后 这也太多了 多吃点 以后开脉很伤身子的 妖妖 尝尝我们皇室秘方熬制的九寿汤 大补得很呢 谢谢秦姨 知道了 少不了你的 好香 这是什么 妖妖 这翡翠酿可是烈酒 不适合小姑娘 我想尝尝 想喝就喝点 好喝 瞧你 给女孩子喝这种 秦姨 我看你精气衰微 这朵青玉莲花能够调养身体 锁住流失的精气 您收下吧 使不得 妖妖 一瓶翡翠酿可抵不上 这般罕见的宝物 母后 您就先收下吧 以后再找机会补偿妖妖姐 启禀王上 大周府府主楚天阳求见 目前我们大周府 甲乙丙丁寺院 齐王控制的乙怨势力最强 这大考过后 便是年底的府市 乙怨已经连续两年多亏 若今年又是第一 恐怕他们院长徐红就会以此为借口 夺走我这辅助之位 到时齐王便能完全把控大周府 肆意解走优秀人才 齐王暗中投靠五朝 如今又想掌控大周府 看来是铁了心要蚕食我大周了 真当我大周无人了 父王莫气坏了身子 实际一到 我们总有机会收拾这逆贼 楚府主 离府市还有半年吧 这次谁最有机会夺亏 目前大周府最优秀的学员是齐悦 已经开了六百 殿下推荐入学的苏有威 天赋也是齐家 不过听说齐悦也在拉拢她加入影院 楚府主不用担心 等大考过后 我会劝有威一起加入贾院的 殿下 贾院是大周府首院 向来只有大考前十的学员 才有资格决定是否加入 实名之外 只有选择其他三院的资格 放心吧 我会自己考进前十 不需要楚府主为我开后门的 马上就到大考的日子了 殿下准备的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对了 楚府主可是非常希望你进贾院呢 如果殿下去贾院 那我也去 那为了能一起进入贾院 我可得好好修炼了 嗯 咱们这位殿下呀 虽然无法开脉修行 但毕竟身份在哪儿 又对苏悠为有恩 你 怕是没有多少机会 小王爷 又为天资卓绝 我觉得他应该找个天赋 能与之匹配的人 而不是一个徒有身份的人 这话倒是没错 那位废物殿下 若不是因为身份 让你这个新生第一人 多开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跟你争苏有威了 可惜了 苏有威对他挺上心的 我之前开了丰厚的条件 让他大考后加入乙院 他却说那位殿下去哪儿 他就去哪儿 不过如果大考之上 你能让周园惨败 也许他对你的观感会大不斗 我倒是想 但大考是抽签来决定对手 我未必能碰到他 前两轮我已经有安排了 如果周园能侥幸闯到第三轮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 哦 那我要怎么感谢小王爷呢 感谢倒不必 我也没法确保你一定有机会出手 不过你要真能碎了这个心愿 还请大考后加入乙院 周园 最好不要让我再大考遇到 否则 我会让你以最丢脸的方式落败 龙溪术 以人参模仿无心 吞膝天地人气 女修此处 去先练九十八世段无心 不枉我多日苦练 龙溪术终于成功了 你这才不叫龙溪术 什么 吞吞 这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眼哨 竟然会人类攻防 别说话 看看他的龙溪术 和你有什么差别 我知道了 是呼吸 悟性不错 修炼龙溪术的关键 就是要把呼与吸完美结合 才能引发龙溪之力 吞吞的呼吸控制 比我好很多 每一个动作 起始始维呼 结束始维吸 非常流畅 这效果 比我的强太多了 来人 给吞吞老师上肉干 一样 那 这样就对了 等吸入元气后 就可以冲脉了 冲脉的药杰 在于引导元气不断重刷经脉 把经脉堵塞部分一点点冲开 冲脉会对经脉有所损伤 特别是第一次冲脉后会感到很疲惫 好厉害的龙西树 第一次冲脉就打通第一脉的一小部分 你没事 我没事啊 好了继续修炼 你不要命了 冲脉每天只能进行一次 可我没感到有什么问题啊 难道是因为你曾经是天生的开卖者 经脉强度比常人要强一些 那你再试试 我到了乔乔 你能冲几次吗 不行了 这次我真的感觉到冲脉的极限了 一天竟然冲了四次脉 看来连黑爷爷都小瞧了你的二次开卖 瑶瑶姐 之前听师父说你原文造诣不低 在大考到来之前我得全力修炼 今天既然不能冲脉了 要不你教我原文 叫人太累了 不想做 翡翠尿呢虽然很不错 但王宫里还有更好的美酒啊 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真实相 你应该知道 原文一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吧 神魂 没错 你目前的神魂连虚境都算不上 还无法刻画一品原文 你先修炼黑爷爷传你的顶尖断魂术 混沌神末观想法 不停地锤炼神魂 让无形的神魂化为虚形 直到踏入虚境后 我才能教你学一品原文 这是 混沌神魂观想法的修炼空间 混沌之中 生有神木 神木一转 神魔俱灭 观想神木 以神魂至于神木之中 接受眼魔与虚注 神木一转一重天 九转之后 神魂即可蜕变 怪不得悠悠解说 想修炼混沌神魔观想法 得有勇气克服恐惧才行 不过 只要能变强 那又何惧 好变态的断魂霜 不过这是重重一下 神魂还真感觉增强了点儿 再来 再来 这么快就踏入神魂薛境了 你承受了多少次神魔 八十八次 看来你的神魂并没在当年那场变故中受损 你可以学一品原文了 对了 黑爷爷给你的天原笔 瘟养得如何了 最近我一直用元寿魂精喂他 已经点亮第一道原文了 你先感应一下这道原文 学会掌控它 怪不得师父说 天原笔既是元兵 又是原文笔 原来 这第一道原文叫做文武 赋予天原笔两种形态 五形态时 是圣元兵 文型态时 成了原文笔 行了 带上笔 来学一品原文 虎啸文 是圣元兵 大口第一轮正式考虑 开始将根据大家的实力合理安排对手 开四门了 早就开了 不过你这些天都没来大周府 所以不知道罢了 我也是在苦修呢 看来咱们这位殿下还真是敢参加大考啊 这废物以为学了点原文就狂妄自大 也是不自量力 楚府主 这次大考 你们甲苑恐怕只能在实名之后选人了 徐红 你这么得意忘形 小心乐极生悲 开始大考吧 第一场比试 周园 裴云 是 真是他呀 让那废物第一个上场丢脸 应该能让他多长点记忆 这怎么大呀 以周园殿下的实力 他的对手怎么会是三脉的裴云 裴云可是三脉中的佼佼者 就算殿下会点原文 想胜过三脉这个也不可能啊 殿下 请接招 嘿嘿 我下手没个轻重 还望殿下莫怪 齐悦给你安排的 我不知道殿下在说什么 当初童鸟 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角 身体还挺强的 殿下 还是管好自己吧 哦 擂台上 无需行刺打 我可以擅长 开三脉 殿下要输了 可于没开脉时 两人还能打 这一开脉 就是实力碾压 是啊 殿下怕是撑不过一回合了 啊 啊 啊 抱歉 我下手没个轻重 还望莫怪 周元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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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